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两个可以分析一些NFT数据的平台 那其实最近熊市嘛 我自己也是出清了蛮多就是分析NFT的那种pass 那我觉得最近竞争者越来越多 所以它的价格可能只会一路往下跌 那但是手中没有pass 好像看不到一些资讯 就觉得好像心惶惶的 于是之前几个礼拜前就开始research一些新的这些NFT免费的数据分析平台 那就看到这个UNIX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主网页就想 就写说它是一个NFT的provide insight嘛 有些资讯 然后有些数据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是免费 而且是永远免费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工具还蛮好用的话 不要忘记follow这个平台的创办人 然后你可以捐点钱给他 让这个平台可以去顺利的走下去 好 我们来看 它主要的东西内容都在这个ranking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ranking的网站 它其实应该是以OpenSea它24小时的交易量来排行的 那我们今天就以Moonbird来举例 来看这些数值好了 那一开始就是Moonbird的图像嘛 然后项目的名称 然后现在的地板价 那地板价现在26.66 其实还蛮高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还蛮贴心的数据 就叫做Break Even 那它这边呢 是帮你算说 如果你现在以26.66 以现在这个地板价买入的话 你要这个NFT要涨到多少钱 你卖出 你才会打平 才会基本上就是cover那些支付给平台的费用啊 然后支付给项目的费用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和一个数据耶 然后呢 这边就是很基本的嘛 24小时的交易量 7天交易量 然后还有这个系列总共有多少个 那这个listed for sale也是很常见的 就是这个系列有多少百分比的NFT目前在挂卖当中 你可以看到Moonbird也是超级少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数字比较特别一点 它叫做last sells below 4 那这个数字它其实的意思就是代表说 目前呢 在26.66这个价格的地板价当下呢 总共有87.71%的人是以比26.66 还要低的地板价买入这个Moonbird的NFT 所以你可以其实看到这个数字越高 就比如说是98.24 就代表这个系列其实已经接近all time high了 就等于有摆 比如说这个autograph嘛 比如说98.24 就等于有98.24的人都是比目前这个地板价还低的价格买入这个项目 那这个数字其实怎么用 怎么看 这是端看个人 你要怎么运用它 但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然后第二个也还蛮酷的帮你摆出来的数据就是diamond heads 那这里diamond heads的定义呢 它就是说你这个系列从mint出来 从铸造出来都没有卖过的百分比 它就是把你称作diamond heads 那可以看到Moonbird其实非常高 44.45 那其实也跟它这个项目也才几个月有关系 像是你看比较久的项目像是 看一下Board Ape 像Board Ape嘛 其实它数字就大概是12.97 因为它其实存在比较久 专售的几率也可能会比较高 那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它中间其实也涨了很多次了 所以大家可能卖掉几率也比较高 其实数字是中性的 就看你怎么解读 解读功利看个人 真的 然后Paperhand呢 它这里的定义是 目前这些挂卖的NFT里面是以低于它成本价卖的 挂卖的就是被分类为Paperhand这边 然后Unique Owners呢 大家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是它这个Owner 这个百分比越高代表越多不同的Owners 拥有这个NFT 那你也可以讲说 那有些人喜欢看这数字 觉得Unique Owner越高代表 这个筹码就在比较多人手上 就不会比较 就不会被一些大的Account控制这样 然后剩下两个数字就是交易量和交易量百分比的改变这样 好 那我觉得它其实很酷 它加了这五个有这Information Sign的新的数据 那其实各位朋友如果觉得对这些数据有什么独特的见解的话 也欢迎大家分析 因为我自己也蛮想知道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随便点一个进去来分析 我来看一下MeBib好了 因为我最近就是都有在关注它 好 你可以从这边Search你想想看的项目 如果它没有在24小时的交易量的话 那你进去这个Collection里面呢 那它大概就是每一个都差不多吧 那这边你看一个Main Panel 它就会有刚刚一些数据 然后做一个整理 比如说MeBibs现在的Fore Price 然后刚刚有讲到的Break Even的价格 然后这边有说它大概 它总共抽成的数量 其实这个MeBibs它是自己它没有被 它的项目方式不会筹 就是筹Royalty的 那2.5是如果你在OpenSea上交易才有这个费用 那你可以看到其他数据 就是24小时之内它可能有6个交易 然后7天之内有51个 然后等等的 这些数据就是我们刚刚都有讲过 那另外这边它就有展示它的RealTime 就是即时的卖和即时的挂 挂卖 这样讲 但它这个我觉得它没有做到很即时 它就是5分钟的Gap 但我觉得如果是你在追一个项目做短线的话 其实这个就非常不RealTime 就不是很好用 说老实话 所以这个目前我都没有怎么用它 就看一看吧 接下来它还有很多数据 比如说刚刚讲的RealTimeSales 它是用一个图标的方式呈现 那这个Fore Price的Candlestick 就是如果你喜欢做一些数据分析的朋友的话 其实这边就还蛮有用 当然7天是看不出什么吧 像MiBets它就是已经很久的Collection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90天或是180天的图 那我自己是不太会数据分析 但可以大概看出它价格在180天的支撑点 应该就是在3.9到4个亿左右吧 所以呢 我MiBets应该会再等一等吧 好 喜欢技术分析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都怎么做分析 怎么看线图的 然后Transaction它就是只是把就是一些交易量变成图表 图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看MiBets它 90天跟 其实我觉得它这里不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90天它就变成 嗯 全部都一个大的Bar 它就是没有很细分 那只有在30天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观察 比较细微的观察到 它每一天的交易数量到底是多少 那我觉得就是30天 一天一天的看它交易量其实是比较 嗯 比较有用的吧 那你这边 它的交易量你也可以跟它的这个价格的 嗯 起伏做一个对应 那你当然可以看到 今天有65个交易量 大概13号跟6月13号比起来 它可能就突然狂涨 诶 13号应该不是狂涨吧 对 13号虽然交易量很多 但是它是往下跌 嗯 所以交易量大 可能是狂跌 因为我今天那时候是 大家进入熊市之后 大家开始交易量萎缩 然后开始panic 所以 嗯 大家这边就是狂买 那之后 开始后面的6月22 21号 它又有一个50级的交易量 那你可以看它相对应 20号左右 你可以看它相对应的交易量 20号 就是涨 嗯 好 那大家可以慢慢去摸索 那这个另外这个图呢 它就是等于说 它有三条线 那蓝色的线大概就是最后50个成交的 最后500个成交的小时的平均数 那绿色就是最后250个小时的平均数 跟最后100个小时的平均数 那其实我觉得 嗯 这个对于比较新的项目 比较有差 那对于这种比较久的项目 然后价格比较持平的 那其实它最后的 最后几个成交价格 它的浮动也没有到很大 但你如果可能看到比较新的项目 那这三条线的浮动就会 差距就会有出来 嗯 这边也是它帮你 summarize 的一些 嗯 一些数据 比如说刚刚其实我们有讲的那些paper hand啊 unique owner啊 然后diamond hand啊 然后 这边都会有一个 一个数据的出来 那这个表也蛮有趣的 那这个表就是它可能 比如说七天以来 嗯 二十八号 有多少个人 嗯 的买卖是赚钱的 多少个人是 嗯 赔钱卖的 那嗯 接下来的数据 你可以看到这个 关于地板价 嗯 这个数据 其实如果大家有熟悉一些nft分析工具的话 我们非常常看到 嗯 就是比如说你如果地板价 你想要它涨到四点七五的话 你可能就是大家 嗯 还要再卖掉十六个 你才能达 这项目还要再被买掉十六个 你才可以达到这个地板价 那接下来如果要从四点七五 达到下一个阶段的话 你可能还要再卖掉多少个 那这个图呢 它就是以累进的方式来帮你加起来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想要mebiz的地板价 打到就 就好了 那我必须可能前面还要卖掉两百五十五个 嗯 那两百五十五个 其实你也可以搭配它的 嗯 transaction number 就是你可以搭配它的交易量来看 那你可以看到它 嗯 现在目前平均的交易量都非常低 所以在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发生的话 你如果挂卖九个Eth 那就是完全都不太可能卖掉 所以这其实也可以当作一个你自己来决定说 你到底这个nft要挂卖多少 如果你是想要flip来讲啦 你到底应该挂卖多少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它 嗯 它有一个pump的交易量数量大概都是50左右吧 我们抓一个比较中间的数字50 那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下一次再下一个pump 下一个有交易量的状况想要被购买的话 你可能就是挂低50个左右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如果挂50个左右大概会是多少 挂卖多少钱的地板价 可以看 你这边可以跳跳跳跳 哎 过太 一下太快了 90 8 7 6 7 然后50 好 50左右 哎 跑掉了 等一下 50左右的for price大概是5.5个Eth 所以呢 你如果现在买 然后想要再下一个pump 卖掉的话 其实你比较保守的挂卖数字是5.5个Eth 然后 但是我觉得以MeBits来讲说 你看它这30天的数据比较不准 因为它这30天的pump跟drop 其实跟市场的condition比较有关 跟它这个项目直接的 一些新闻是没有关系的 我建议如果要看的话 你可以去看 嗯 这边是没有看到90天以前的个别交易数字 但是我记得MeBits之前如果有发相关消息的话 它的交易量可能有过百 那过百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是100个transaction 那它可以预期它大概会在6个Eth左右 好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就会挂卖个6点多个Eth 那为什么要先挂卖 其实 嗯 因为人总是要睡觉的嘛 那有时候消息就会在你突然在你睡眠中 或在你没有不经意的时候发生 所以挂卖有时候可能会亏一点钱 但其实对我来说 以我自己的经验啦 我觉得先挂卖其实还蛮保险的 不会错过 像我记得有一次MeBits它的消息出来说 我刚好人在外面 完全没有手机 也没有电脑 就要狂奔回去把它卖掉 所以如果你有先挂卖的话 其实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OK 好 那我觉得这个交易量跟挂卖的数量也可以作为你一个参考 对 那另外其实还要讲的就是 那其实这个交易量跟Fort Price的参考 只可以是一开始的第一个 第一波段的参考 因为其实如果开始开涨的话 大家就会更多人来挂卖 那其实这些数据就会比较不准 那当然最后还是看你怎么运用 好 那继续走下去 你可以看到这边它还帮你分析了 就是多少percent的人呢 持有这NFT多久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大部分比例的mebets 持有者都在六到一年以上 所以是一个蛮diamond hand的一个社群的 然后下面其实还蛮酷 下面它就是 帮你分析了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买一到五十个ranking的mebets的话 那里面比较划算的是哪一个 那它就帮你一个冠军的trophy 展现在这边说 就是这个是比较划算的 那如果你要买50到99个 里面哪一个是比较划算 就是你可以看你自己的需求 然后来找有没有划算的NFT 你可以看到其实动物的真的 虽然ranking都差不多 但它就是值钱很多 好 像是租的这样要88个亿 也是还蛮厉害的 好 然后如果呢 你对这个项目还更有兴趣 想要进一步看某一个特别的NFT 你也可以再把它点进去去分析 比如说这个戴眼镜的红头发的人 那可以看到它目前的价格 然后如果你在OPENC想买的话也可以过去买 然后它会这边继续的帮你分析它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我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哦这个NFT呢 它里面最稀有的特征可能是Line Shirt 就是有线条的这个衣服 嗯 蛮意外的 还是overshirt color 或是它的外套的这个颜色 那比如说我对 好 比如说我对这个眼镜有兴趣的话 那我可以点进去这眼镜 那它就会帮你再filter出来 就是哪一些me bits呢 它是有眼镜这个特征是最便宜的 它这边就是说 嗯 里面有眼镜这个特征 然后里面最便宜的是这几个 或是里面有眼镜特征最贵的是这几个 其实我觉得这方式还蛮好用的 比如说在像分析猴子这种board ape 这种项目 当你觉得其中一个特征 比如说金猴子 就超级值钱想找它的话 那这个工具就是会蛮好用 帮你很快的找到 嗯 然后它有很多不同项目的分析 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它这个网站呢 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Top 50 Market Cap 它其实就是一个图示跟你讲说 目前哪一个项目 嗯 大概图表越大 代表这个项目占的整个市占率越高 那你可以偶尔的看一下 嗯 没有太大的用处 但看起来很不错 然后Minting Now 当然就是现在秀一些它 嗯 大家正在Mint的项目 但是我觉得这个 它这个这边的功能还没有特别的完整 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最建议看的可能就是还是Ranking 还有它自己你点进去每个项目的一些特别 自己的一些分析 好 今天第一个这个工具 Unix 就介绍到这边 我发现我花了蛮多时间介绍 好 下一个工具叫做Inspect 它呢 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在于它 嗯 它是用Social Intelligent 它就是用一些 怎么 就是用一些社交的互动来分析这个NFT 所以它比较 嗯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工具有做这样的分析啦 那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推荐给我 嗯 它其实就是看你在Twitter上 因为大家主要有玩NFT的人都会用Twitter嘛 那在Twitter上呢 你这个NFT的跟大家 嗯 多长用你这个NFT来做它的profile 来做它的嗯 图 或是你嗯 多长提到 在Twitter Space上多长提到这个NFT 那其中它有蛮多有趣的功能 大家也有空也可以来慢慢的看一下 嗯 第一个呢 那它这边就是也是一个ranking的一个表 那它目前它就说 BoreAim呢 是最多在Twitter上出现提到 或被当作profile picture使用的一个系列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嗯 这个项目的简介 然后它是在哪个链上 然后目前ForePrice 然后这个Unique PFP呢 就是目前呢 它这个系列里面有5232个NFT是被使用 被当作PFP使用 所以它的PFP的使用率 当作PFP的使用率有52% 是算是目前最高 然后Community Reach呢 就是呢 大概在NFT的世界 在NFT Twitter的世界里有60%的人 都会被BoreAim的相关讯息打到 所以它的触及率算是 但是讲触及率吧 触及率算是蛮高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Selona上面的OKBear 你也看到 呃 其实有三 它这个系列有三十二三分之一的人 都会拿来把它当作他们的profile使用 那接下来就是Mumber啊 Zuki啊 其实不意外就是一些蓝筹 那还有一些Selona项目 其实也是很多人都把它当作PFP使用 那你点进去 其实它有一些还蛮有趣的数据 比如说你Dodo点进去好了 那它这边就会有一些ranking 比如说它 它被大家当作PFP的ranking指数的起伏 然后和这些大家把它使用当PFP的数量 可能每天都有点改变 比如说六月十八 大家都不想 突然不想使用Dodo嘛 然后几天过后 大家要开始开始使用 然后越来越多人使用 等等的 这些数据也蛮有趣的 然后这些是触及率 就是刚刚有讲的嘛 那你这个Dodo这个系列在NFT Twitter这边 在Twitter的NFTSpace里被触及被讨论的百分比 然后这边呢 这边也蛮有趣的 就是到底 嗯 我记得是这个 这个大概就是讲说这个NFT项目的TWID的数量 就多少人有TWID来讲它 多少人有推文讲这个项目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比如说这个Dodo呢 它在六月二十二的时候有五百多则TWID讲到它 那就相较于其他日真的是还蛮多的 那我可以推测这天可能有新的消息发布干嘛干嘛的 你可以看到它推文变多的时候 你其实也可以再交叉利用其他的工具 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刚刚的UNIKE 然后去看比如说Dodo的价格在 刚刚是说几号啊 六月二十二号有什么 有什么有什么变动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三十天应该有涵盖六月二十二 可以看到六月二十二号 好的确它六月二十二号 随着它贴文的数字增多 它的价格也往上标 那所以其实可想而知就是你Twitter 大家在讨论的触及率越高 或是在推文的数字越高的时候 它的价格也会反映在它的价格上面 那下一个Profile Flow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它这边呢是讲说有这些项目的人 从 这些人呢 从把Clone X 把Moonbirds 把Mutant这些当头像之后 换成了 这些人换成了Dodo做头像 然后呢 有些Doodler呢 它也慢慢随时间就换成了Clone X 又换回了Mutant Ape 或是换成了其他的项目 所以还蛮有趣的 就可以看到一些 大家从哪些项目 可能抛弃了这个项目之后 换成Dodo 又抛弃了Dodo 又换成什么项目 对 大家其实还蛮 还蛮情于换头像的 我发现 然后呢 接下来也蛮有趣的 接下来它就会跟你 还蛮好用的就是 它会跟你说 这个Dodo的项目呢 目前有哪些人使用它的头像 那其实也便利于 如果你是个Dodo holder 然后你想要追踪其他的Dodo的拥有者 你也可以直接到这个页面上追踪 其实也蛮好用的 那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功能啦 像是 我觉得很好用的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Chrome的extension加入 所以你到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影片 你到时候到Twitter Twitter上滑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人的profile 你可以就是看他的一些分析 比如说这个人是Azuki啊 那你可以看到关于Azuki 这个NFT的一些社交数据的分析 还有你也可以很快直接Follow 其他这个Azuki的拥有者 还有什么重要的功能呢 我觉得我使用这个 我觉得算是娱乐性之高嘛 比较居多 那分析的地方比较少 然后我其实会看一下 就是 现在有什么人持有某一个项目 然后它其实还有一块是在讲说 nomination嘛 它这边其实有一些 也许你可以想要 它有suggest一些 你有可能会有兴趣追踪的人 它这边其实是投票用的 但你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有一些opinion leader啊 就是给一些建议的人 你也可以觉得 你可能觉得你现在推特上面 没有什么很多人可以追踪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里看 有没有你有兴趣想要Follow的人 他也分门别类的说 有thought leader 有shed poster shed poster也蛮有趣的 最近如果还在充土狗项目的人 的话也许可以来这里看一看 但有时候thought leader跟shed poster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一些分析家 或是你一些持续在建造的builder啊 等等的 你也可以来这里参考一下 找一些你觉得不错的人来follow 好 那它其实还是还有蛮多东西的 我相信它也一直不断 不断在更新它的页面 那有兴趣的朋友 就是也可以来这个网站逛逛 反正都是免费的 那今天就先介绍这两个 那之后如果有其他的工具的话 我会再做介绍 好今天就到这边咯 拜拜